大陆疫情入冬以来不断的升温 让不少当地的政府还有民众 想方设法来防疫 西安就一名男子徒步了九天 离开西安 为了就是要躲避防疫的管制 还有义工像这样跪在地上来广播 请民众要保持社交距离 而广西更有学校怕学生们爬出校门 居然在围墙上面都涂上了机油 生存防务衣全副武装的男子 就这么跪在路旁手持大声工 请排队要进行PCR的村民 保持安全社交距离 大陆西安疫情严峻 有目击者表示 如果是有人直接用手拉开对方 要对方保持距离 可能会造成反效果 只好下跪以赶化人心 而西安一名男子为了躲避疫情管控 花了九天的时间 从西安咸阳国际机场 徒步进入秦岭山区 而且还多次躲过沿途的检查哨 利用地图实测步行距离 这段路程长达118公里 这名男子在进入宁闪县 一处村庄被发现 目前正在隔离中 而西安一间大学 寄出进食堂用餐领 每间宿舍 每天将会派一名学生 持出入证到餐厅领取餐点 脸盆致入蓝布西齐 有人拿着水桶 甚至还有卸着御膳房专攻 公主的饭桶等纸箱 各个花招百出 光吸疫情也是拉气警报 除了这间学校之外 当地甚至还出现温格式防疫 身穿隔离衣的人被防疫人员抓住 并在胸前挂上个人肖像 这些违反健安市防疫规定的人 被用运租车载到大街游街示众 而这样的行为引发不少争议 不过无论是当局 地方政府或者民众 相方设法出防疫乱招 其实都指盼疫情能够早点结束 东西华国际中心总统报导